那我们就来给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SPAC和M2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里复制一下 你不说了吗 SPAC是一个分布式计算框架 那跟咱们之前所学的那个M2不应该是很像吗 而且我说了不光是很像 而MSPAC是基于咱们再说一遍 它是基于M2开发的 它如果是基于M2开发的话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直接用M2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遂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先给大家讲过 咱们的SPAC它的底层95%的代码 是用Skala语言开发的吧 对吧 咱们先给大家提到过这个概念 那Skala是基于加瓦的 那咱就别学习 咱就别用 咱们别创建新的语言了 就拿加瓦不就完事了吗 那为什么还会有一本新的语言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加瓦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或者你们学过 是不是面向对象的 面向对象的语言 我们同学们在数据处理的角度 它方便吗 在数据处理的角度来讲的话 面向对象的这个分析方式 它方不方便 它不方便 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想数据处理 你更关心什么 数据处理 你觉得更关心什么 是不是更关心数据是如何处理的 对吧 你怎么做处理 比方说你是做过滤啊 你是做排序啊 你是做计算啊 加减乘除啊 你更关心的是这个 你关心里面是个Uder 是个EMP 是个Name 是个什么Password 你关心这个吗 你不关心 数据处理的核心是对数据如何处理 怎么处理 对吧 你可是面向对象的语言干嘛呢 我要提炼对象 提炼属性 提炼方法 没有意义啊 所以告诉大家 面向对象的语言 在大数据分析当中 是不适用的 那但是呢 什么适用啊 函数是编程就更加适用 也就是说函数是语言 就更加适用 大家想想为什么 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过 什么叫函数是 什么叫函数是 函数是什么 把功能封装起来 就称之为叫函数 你写了一个代码 实现了某个功能 这个功能大家都会去用 好 我封装一下 就封装成了一个函数 但是大家想想 我们加工中 是不是有个方法的概念 方法是我们提炼对象的行为吧 对不对 但是大家想想 它能体现出共通性吗 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代码你也会用 它也会用 大家都会去用 好 我把这个方法封装一下 形成一个函数 但是咱们前面讲的那个 加我动的方法 是这个概念吗 不是吧 加我动的方法 是不是什么 这个方法是某个对象的行为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封装方法 那如果这个方法 大家都会去用 我们会怎么考虑 我们要么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 要么咱们封装成个工具类吧 对吧 工具类提供一个静态的方法 去访问 对不对 这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把这些方法 给它提炼到负类当中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说 共通的代码是怎么去做的 可是我们说过了 不对呀 我们不关心你的负类 你的质类 我只关心这个功能本身 那这个你拿面向对象 它怎么可能合适呢 它也不合适 而且你的对象 还会占用大量的内存 本身我就想求一加一等样 你非得给我两个对象 两个对象 用方法来实现相加 这不多余吗 所以函数式这种语言 对于我们数据处理 就更加方便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数据的很多软件 都是用史盖拉语言 开发的原因 咱们的史Bug 是用史盖拉语言 咱们的卡夫卡 是用史盖拉语言 你们后面学的 弗林克的一部分代码 也是用史盖拉语言 就是这个道理 那所以这个 咱们是需要明白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 咱们史Bug呢 其实用这种函数式 编程语言 它的效率 它的功能 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这个没问题 老师那这个难道就是 它是M2的一个区别吗 M2 它可能用加法开发的 效率不高 而我史盖拉语言 开发的 那效率比较高 对不对 好像感觉是这样 这也恰恰是其中一点 所以呢 咱们说一下 史Bug M2的一个区别 首先从开发语言上 咱们的开发语言 咱们的这个开发 咱们的开发语言上 它确实有区别 确实是有区别的 咱们的这个M2 咱们的这个M2 它是用我们的加法语言 我们说过了 加法语言 其实它是面向对象的 但任何时候 它都要考虑 怎么去提炼对象 这样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 我们会占用更多的资源 我还没开始做计算 就创建了很多对象 这个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加法 它不适合什么 记住 它显然它不适合 我们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 就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说我们的Spark 咱们的Spark 我们说了 它是使干了语言记录 它的绝大部分代码 都是使干了语言 我们这个使干了语言 我们说大家没有学过 但它其实是函数式编成语言 它是基于加法的 它也能面向对象 所以它就适合什么 它适合我们的大量的数据的这个处理 它的核心就是把大量的功能封装好 你用就完事了 你不就想知道数据怎么处理吗 好 我封装好了 你用 非常的方便 这个咱们后面呢 就会给大家去看到这样的内容 好 第一个是我们的开发语言 从性能上 从开发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Spark都会好一些 好 那从第二个角度 就是处理方式 咱们的这个处理方式 那处理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告诉大家 你们之前学老师讲那个阿嬷是不是慢了 对不对 它慢在哪呢 你说它慢 它慢在哪啊 哪个环节慢呢 哪个环节慢 其实 它是加了开发 它开发就慢 因为要提炼大量对象 所以它这个开发就慢 而且咱们阿嬷 它运行它也慢 所以它开发慢 你们当时老师就应该讲过 你们学那个叫Hell吧 对吧 那个Hell的软件 不就是因为阿嬷的开发慢吗 对不对 你开发慢 好 我让你的开发效率高一些 我用色谷的方式来转化成你的阿嬷程序 但是大家你们之前学过了 学过Hell了 那Hell能提高阿嬷的运行效率吗 它能提高阿嬷的开发效率 能不能提高它的运行效率 提高不了吧 开发慢 我可以用别的方式解决 但运行慢这个事 暂时解决不了 怎么办 那这时候就需要新的框架来实现了 所以咱们的死bug 其实就是因为M2开发的慢 不是说 它的运行慢 可是它的运行慢 原因在哪呢 就是处理方式 首先咱们要明确一个概念 咱们的M2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什么时候有的M2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 大数据的基础是大数据的谷歌三篇论文 2003、04和06年 03年发布的是GFS 04年发布的是MapReduce 06年发布的是Bigtable 那么其中04年 就是我们的M2的诗 就是那个论文就出来了 而咱们的海杜伯呢 就基于这篇论文的思想 把它的那个东西改造了一下 形成了当前的MapReduce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 咱们的海杜伯 记住啊 海杜伯它出现的早啊 它出现的早 那么我就问同学们 它出现的早的话 它会考虑到当前 咱们现在说有什么海量的数据的统计分析 什么机器学习 什么人工智能 它会考虑这个事吗 会不会 2004年 05年 06年 那个时候会考虑当前说 以后人工智能特别厉害 是吧 我们的机器学习 这些东西特别好 大家想会不会考虑到 可能考虑到 但是没法实现 就好比 咱们现在就能想到 以后一定是机器人的天下 为什么呢 自动化 对吧 不需要人工了 怎么办 我创建一些机器人 帮咱们做一些事情 快递 直接机器人送就完事了 对不对 不需要人工嘛 那开发程序 机器人去做就完事了 对不对 所以意味着 这是我们能想到的 但是这只是停留到想象当中 你说真的什么时候时间不知道 但是我能想 同样道理 那个时候就想 哎呀 现在数据量少 但是以后数据量可能多了 可是那个时候 它只是想象 数据量可能多 但他们怎么着能多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 他们可能就想象不高 所以就意味着早期的时候 海杜克他所实现的功能就不可能考虑到未来怎么怎么样 所以大家记住了 他出现的早 就是说他只考虑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他出现的早 他只考虑什么呢 只考虑叫单一计算的操作 所以他的处理方式很简单 就是单一计算 什么叫做单一计算呢 很简单 这个思路给大家去说一下 我们的MapReduce 什么意思 你把文件给我读过来 把文件当成数据源 你把文件给我当成数据源 给他一个黄色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拿我们的MapReduce干嘛呢 去做操作 所以我们这就写上一个Mapper 对吧 我就用一个Mapper 然后呢 我们这里给他一个我们的红色 然后呢 我的箭头呢 这个就可以读取咱们的文件了 所以把咱们的文件就拿过来 那么你Mapper执行完了以后 哎干嘛呢 我就可以做Reducer啊 所以呢 我们这边来 咱们加上他 咱们叫叫Reducer啊 咱们的Reducer 那Reducer以后 这里我们给他一个颜色 给他一个蓝色吧 好了 MapperReducer 那么这样的话 我的文件就数据就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以后 我就问同学们 我还能做后续处理吗 能不能 不能 什么意思 单一的计算 你只把这个数据处理完一次 就完事 不会考虑下一回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 我的箭头拿过来 他就会把咱们处理的结果干嘛呢 放到存储戒指当中 一般就是放文件当中 如果用HDFS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 我们的海杜伯的最早思路 就是干这个事 取数据 计算数据 存数据就完事了 老师 那万一我计算完以后的结果 我想继续计算怎么办 这叫迭代式计算 什么叫迭代式计算 就是我计算完以后 我的结果会给下一回计算做输入 这就叫迭代式计算 那我问同学们 咱们的Mapry就是怎么做 你会发现Mapry就是他做不了 他做不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只考虑单一的计算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在那么早的时间点 他考虑不到那么复杂的情况 所以他就没有这么去设计 所以如果你想做复杂的计算 想做他的话怎么办 你就只能再写一道程序了 说的简单点怎么办 你这么多 能不能明白 把它当成数据源 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当前来讲 其实这是分两部分的 哪两部分呢 这个部分我们是一个整体 它是一个整体 它是一次性计算 但是如果你说了我的一次性计算的结果 想给另外一个计算 没办法了 你只能再写一套逻辑 再做另一回的计算 这就意味着你得这么去干了 你得这么去干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把这个透明度给它改改 透明度改改 就是告诉你 他们有重合的这个部分 他们有重合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重合的 那什么意思 就意味着 我的这个计算 它要把数据写到磁盘当中 而这个计算需要从磁盘中取数据 那大家想想 如果你这个逻辑很复杂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 你会有大量磁盘的读写 性能它就高不到哪去 为啥呢 因为迭代式计算 在不断的对结果做计算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大量的写磁盘 大量的读磁盘 性能会非常非常的差 这就是我们早期M2 它的慢的原因 你开发语言 你是用面向追向 你开发慢 开发慢没事 对不对 开发慢没事 我花多少时间 但是你的运行慢这个事 我就不好解决了 所以怎么办 我就需要有新的框架 所以咱们的这个地方 记录同学们 我们就要说一下了 咱们的Spark干嘛呢 它是基于MR开发的 但是咱们Spark 它优化了 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计算过程 它把这个计算的过程优化了 优化了以后 就提升了它的性能 让这个开发就变得更加快了 而且不光是开发快 它的性能也会快很多 而且它优化了什么过程呢 你把这个图原封不动 往下来画 画了以后 我把咱们中间的这个File 我换个颜色 换个紫色 我为什么换个紫色呢 我写上一个它叫Memory 啥意思啊同学们 你们能看懂老师想说明的含义吗 老师想说明的含义就是说 我们的Spark 它在做计算的过程中 并不是把结果保存到 磁盘文件中 而是什么 而是放到内存当中 那你放到内存当中 那咱们下一步的计算怎么办 是不是就可以基于内存了 它就可以基于内存 我们同学们 你们应该学过 基于内存的操作要比基于磁盘的操作要快很多吧 快很多 而且恰恰因为你是基于内存的 那我这两个也在内存 他们俩也在内存 你们都在内存 我写一个程序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吧 Mapper是不是对象 Reduce也是对象吧 然后都是放在对象 就是放在内存中的呀 那所以你们两个是在内存 我们也在内存 他还在内存 那大家都在内存 那我就完全可以写一个程序来实验的功能啊 但是大家想想这个行吗 这个能写一个程序吗 不行 为啥呢 因为我这个他写完以后要落盘 那落盘以后 你在读盘就是另外一套程序了 所以就得再写个程序去读这个词盘 所以这就导致你就没有办法干嘛呢 做这个事 所以我们这个死bug为什么他快 就是因为他优化了其中的计算过程 那只不过他的名字就不叫MapperReducer的 但是其实这么写也没错 因为他是基于MAR开发的 他的底层也有Mapper和Reducer的概念 所以这个咱们后面再给大家讲就行了 你首先要明确他们之间的差别 就是我都学过了M2 为什么还要学spark 就是这个道理 老师那照你这么说 那咱们不多余吗 那咱就别学M2了呗 咱们直接学spark不就完事了吗 反正你开发我们用舌口文 对吧 咱们运行呢 咱们可以用spark 那你说这咱们何必要学M2呢 难道M2就没有用了吗 同学们难道 难道M2就没有用了吗 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深刻体会一下M2的那个 就那个海杜的那个logo logo 大象吧 咱们再给大家讲过 大象跑得没那么快吧 比他们人跑得快 但是在动物界跑得不算快 对不对 但是他不快是不快 可是他是比较稳重吧 对不对 每一步很扎实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告诉你 spark他确实快 但是他快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是基于内存 他是基于内存实现数据的一个流转 可是大家想想还是那句话 内存无限大吗 内存如果无限大 那没事的 非常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恰恰内存不是无限大 就会有预值有限制 那我就问你在整个的计算过程当中 如果数据量特别大 内存不够用怎么办 你们之前老师有没有讲过一个叫数据清洁 那数据清洁的话 大量的数据都指向了同一个节点中的资源 可这个资源恰恰比较少 不够用 那是不是就冲爆了 对不对 那大家想想这时候怎么办 你老师我再跑呗 出现的时候再跑呗 可是你还跑还倾斜 再跑还倾斜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解决不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 既然你是利用内存来做整个计算过程的优化 恰恰你就会受到内存的限制 那一旦我的资源内存 它和数据之间的比例差的太多 数据量非常大 但你的资源没那么多 你的spark根本跑不了 所以大家千万记住 不是说我学完spark 在任何场上都可以用spark 不是的 这取决于咱们的资源情况 你的资源丰富 你用它没问题 如果你发现你的集群的资源没那么多 但数据量特别多情况下 可能选择mr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为什么呢 它稳重 那它稳重 它慢是慢 但它能慢慢的把它跑完 但是呢 我们的spark呢 可能连跑都跑不过去 你快是快 一秒钟跑错了 对吧 我们的海杜本呢 跑一天跑过去了 你跑一分钟很快 再失败了 再跑一分钟还失败 再跑一分钟还失败 玩命失败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的海杜本呢 慢是慢 但它能够成功 所以这要折中的去考虑了 你考虑的是你的效率 还考虑的是什么 这要分清楚 所以把这个spark呢 和海杜本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来